认定体育别新闻台北总播导 好 如果厨师长期暴露在高油烟的环境 可能会增加罹癌风险的话 要怎么来避免呢 其实很多师傅都有些配搏 像是呢 减少热油爆香 油温稍微低一点 慢慢的爆香也会有相同的效果 但是呢 油烟就可以少很多 另外呢 还可以在食材下锅之前呢 尽量把水分沥干 这样也可以减少油烟的产生 锅子还没热 师傅就加入沙拉油 更要抢在油温变高前 把爆香使开下锅 减少油烟 你慢慢爆它 它的香气还是很重要 家里的话就可能 油不用太高 不用大火 热油爆香 延长炒的时间一样能逼出香气 虽然主角 鱿鱼跟情态下锅后 还是免不了使油烟 但师傅也有小主角 就是火我们尽量不要开太大 然后食材的水分是越炒越好 然后其实油烟的那个量就会越少 再把火关小 用中火料理 小油烟一样能炒至少 好吃的 吸食炒 尽量低油温 然后少油 然后尽量把食材的这些水分沥干 之后再下锅 所以那个油烟相对就会减少下来 职业十二十三年的中餐主持 还口不少 让加野椒 一般家庭抽油烟机不要装太高 排烟通通效果会比较好 而且要尽量用军烟过的食用油 冒烟点温度比较高 婆婆妈妈也可以考虑炒菜时代提高 也能减少油烟 而部分主持认为 那猪血汤能帮助肺气管吸 终于表示猪血被认为能亲热解毒 但营养师态度保留 就怕胆固醇超标 想避免油烟影响健康 改变通潮方式 注意通风最重要 TVVS 终于冯焦女士 再来看到从中部起家的日式连锁火锅品牌 亲此警责呢 他们被人指